各位,应该的毕业生就要迎接人到一个旧学阶段了 明天让学生孩子在好好最后一段时间来到特别的会议 到达国秀的美术班今年的毕业电 就结合电影的冲击讯法 将学生孩子到方便的作品来做一次电影电视 电影一回报就去每周人来观想 现在我们就偷偷驾头来看这段小孩很特别的作品风景 等一下他的问朋友一个人拍拆的人 母台上的学生孩子用这个創意的想法 说出美术班学生的創作是何年多完 其实这期中还有另外一种艺术 今年毕业展跟学习成果展 他们有个主题是艺问 主要是透过问的过程 那孩子是一个终身学习的历程 问自己问同学问老师 那也就是自己构思发想 然后让他的创意把它转化成具体的一个作品 那孩子尝试很多多元的媒材 包括版画 线画 彩画 那还有一些立体的作品 书法作品 那孩子呈现很多元 很有创新的一个元素 现在孩子得到他很好的方法 不是只可以玩手机 也不是玩电脑 你是他们可以在自己有幸福的事情上面 做很多发肥 其实这应该要谢谢老师 他们就是不会厌烦的教导我 让我比较有自信 可以画出我喜欢的风格 为一个不是美食的孩子 一直到外出幸福 可以主宅創作 在心中的感动 如果孩子本身才有感觉 他们的家庭 就是看在这里 他读得非常的快乐 而且个性变得非常的有自信 而且也很乐观 然后一开始他接触画的时候 他会害怕 可是到现在他能够很自信的 然后很快乐的来做画 然后画出每一个作品来 他自己都觉得很满意 同样是做男妈妈的 婚姻观政府美术中音乐松 今天也特别来关心 岛拉国秀美术班的客人 96国小加小朋友 透过他们的美感 他们的这个视野 让我们看到 不一样的云领的小孩子 在这些特别来 欢迎我们所有 我们总管的这些乡亲 来到婚姻观政府 来创工的时候 也一定要来 给他们表达这些关系 来看看我们 云领的小孩子 也是这么的棒 来自道拉国秀美术班 三年级到六年级 九十二位 哈欣女儿都玩风格作品 自现在开始一直到5月23号 在婚姻观政府 亲民空间电视 有幸福的民众 欢迎来这些乡亲爱的米哈信告 记者代表 超音波动